好了 之前阵子的飞文也就是小猪罗志祥跟杨成林是不是曾经交往过呢 这飞文传得闹哄哄的 而小猪罗志祥呢 目前正在香港出席一项活动 针对这个疑问 针对这个飞文的传闻 他强烈否认了 而至于大S跟汪小飞的大小恋呢 小猪说会去参加婚礼 而且呢 一定会包个大红包 周末晚上结束澳门的演唱会后 小猪又赶到香港 为他代言的品牌宣传 大批粉丝只在购物中心争夺偶像的风采 对于最近又传出他跟杨成林的飞文 小猪一再强调他俩是好朋友 飞文绝对是假的 有些网友他们还有观众朋友可能是入戏太深 然后就觉得真的是这样 然后还说我们去泡温泉 大家如果依照时间去换算 那个时间去泡温泉 其实会流鼻血的 太热 对于周董首都当主持 他自己成为Mr.J频道的首位嘉宾 小猪也感到荣幸 看了周董的表现 也佩服他的功力 他跨工作的那种几率很厉害 就是一下导演啊 然后又拍电影啊 当歌手 又写歌 然后现在要主持 小猪最近虽然很忙碌 但他也注意到演艺界的新闻 他说已发短讯问候Selina 也希望他早日康复 而对于大S这位前搭档传来喜讯 小猪说他会准备一个大红包送给对方 已向是中市驻香港记者李锦华的报道 好 好